克里米亚大桥爆炸事故发生后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8日晚发表公开讲话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消息 泽连斯基在想法中提及克里米亚 今天在我们国家的领土上空是一个晴朗的好天气 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约20度 阳光明媚 泽连斯基说 不幸的是克里米亚虽然也温暖 但天气是多云 但无论是什么样的云 乌克兰人都知道该怎么做 他们知道我们的未来是阳光灿烂的 随后泽连斯基感谢了所有为乌克兰和平而战 和为和平而努力的公民及士兵 还谴责了占领者 他还称 这一天我们的军队 乌克兰安全部队 国民警卫队以及所有积极参与行动的人 在我国东部和南部的行动仍在继续 我们在顿巴斯坚守阵地 特别是在巴赫木特方向 内力的战斗非常非常艰难 塔斯社巴日元应克里米亚铁路部门的消息 当那时间早上六时左右 一辆货运列车尾部的油罐车厢 在驶过克里米亚大桥铁路桥时起火燃烧 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通报称 克里米亚大桥公路桥上一辆卡车发生爆炸 导致与公路桥并行的铁路桥上 以货运列车上七个油罐被点燃 公路桥部分路段受损坍塌 而据恶新社8日随行报道 俄罗斯侦查委员会称 初步统计显示克里米亚大桥事故 已造成三人死亡 克里米亚大桥事件影响持续发酵 扎哈罗瓦在社交平台Telegram上发文称 波兰通过该国前外长西克尔斯基 就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感谢美国 而爱沙尼亚外长雷英萨鲁 就克里米亚大桥事件 向乌克兰特种部队表示祝贺 此外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向俄美表示 美国国防部看到了有关克里米亚大桥发生爆炸的消息 但对此未予以置评